幸好 哈哈哈哈 太扯了 Russell News piano 我是汪池 以前浪贤 要 我近期比較少玩一些啦 所以呢 技術可能會下降 反正比賽不干我的事 我以後 sustainable 總要不會出任何比賽影片 太爽啦 我現在就是指挖我開心的 ok嗎 我要先講 我變了 我一點都沒有變好嗎 這兩盒 全部都補齊 videos 但是呢 今天不會先開這個啦 這個的話有點貴 我們大家明天再開 我們今天先來開這個嘛 反正大家一直想看這個 OK嗎 這一盒的話是我們的B177 這次的超王真的是超級賣賣情懷你知道嗎 基本上他已經把所有的舊角色全部拉回來了 之外呢 然後也把他們做了一個大量的翻新啦 這一盒的話就算是裡面其中一盒 OK嗎 因為呢 神世代龍捲翼龍之後呢 就沒有後繼擊中 然後等到超王篇才出現好不好 這個系統可能拿到現在來有一點過時 我為什麼會覺得過時呢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原因 這次全線的這一顆的話它叫做極速翼龍 使用者的話也是元老級別的角色 從一代就一直存在的角色 舊版龍捲翼龍這個抵消特性也是保留的 由於後面就完全被貼起來 所以呢 我們就直接打開內部跟大家做個講解 OK嗎 真的是跟以前龍捲翼龍那種感覺 非常之像好不好 非常之不錯 來各位 第一個的話是我們極速翼龍的一個上巾 OK嗎 極速翼龍上巾其實設計的我個人覺得算是非常非常之不錯 它基本上修正的非常非常之多 我該預想的一些問題好不好 第一個的話是我們翼龍的一個上巾啦 翼龍風格的一個配色 中間這邊一定是綠色做個配色 跟神獅在的感覺是完全一模一樣 完全沒有任何變好不好 然後呢 我們再來這時候就要詳細說一下極速這個特性 極速的特性的話就要就是說 同時附帶吸收跟抵消 因為以下這種有帶功能性的盤來說 如果沒有附帶雙功能的話 基本上會比那種形狀很好的陀螺還弱一些啦 所以呢 它這個雙功能的話 就要第一個點就是說呢 如果你是右迴旋打擊的話 欸 有沒有 它這個的話是會轉動 抵消 但是他們這次的話設計的比較沒有那麼滑順 因為這跟它的第二個特性有關 現在一顆防禦型或持久型的陀螺沒有吸收 通常都怪怪的 有發現 基本上 它這個是很難被推動的好不好 雖然有機會啦 但是呢 極方它是會被卡的死死的 極方它遇到右迴旋時呢 會切換回抵消模式 遇到左迴旋時會變成吸收模式 我個人覺得這個機能算是非常非常之優秀好不好 因為呢 上一個使用這個機能的 應該是巫師魔龍那個體 還算不錯啦 但是被淘汰的太快了 有點可惜啦 它的可動機能太多 變相來說就是有點累贅嘛 但是為什麼我會覺得這個設計的不錯 因為第一個點就是說呢 其實它做的算是很扁喔 很扁 很集中 然後變成穩定性比較高 第二個點就是說呢 它把刃加的非常之多 這個刃加的程度 我個人覺得有一點看到 火蜥蜴的影子好不好 就是火蜥蜴十二魔龍的影子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顆拿來改造後 實戰應該算是非常非常優秀的一顆圖好不好 理論上來講啦 但是呢 也不能排出一個點就是它可能會過輕 因為我個人覺得整體的 它的上斤跟其他顆比起來真是輕非常之多啊 OK 它第二零件的話就算是一滴 非常普通的一個防禦型 但是我個人覺得我的話就算是不會這樣搭 我應該是拿來搭操廠系統 以防它爆裂會比較好 它的鐵的話就算是有點過時的一個AR鐵 這個的話以前是一方霸主啊 但是現在的話 主要還是玩操廠系統 最主要第一個點還是先抗爆 因為呢 一爆裂兩分 那不是開玩笑的 欸 我跟你講 神軸JS 這次的JS 我個人覺得設計的非常非常之優秀 雖然它不是強化類型的軸心啊 但是呢 哇 你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很會轉耶 欸 這個很不錯 這個非常非常非常的不錯好不好 當你傾倒時呢 這會給你強大一個支撐力 而且加上這會轉 所以會給你非常非常多的一個尾速啊 所以呢 這差不多就是這個軸的一個特性 但是我要先說個點喔 我剛才去測一下 你要使用這個的話 基本上 我個人覺得 配2S 這兩個完全相性是最好的 給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2S的話 基本上 它這個不會過長 因為呢 有時候你過長時呢 會發生一個點就是說 你的超風鐵 基本上會碰到地板上嘛 然後呢 碰到地板上就是一個煞車 變下來之後是完全無法發揮JS的一個功效 所以呢 我個人覺得這兩個搭配在一起 相性是最好的 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講解完這一次的一個極速翼龍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馬上進行一個實戰 OK嗎 然後那實戰的方法的話 我們現在要做個改革 除非特殊情況 不然我以後都是不打標準的盤 既然我們都開箱開得比較慢嘛 所以呢 我決定 我們都會以這個戰鬥盤為基礎去做一個測試 OK嗎 玩這個盤的話 也是有可能被擊飛了 OK嗎 如果連在這邊都可以被擊飛到 那顆土龍的擊飛性真的非常之強 OK嗎 第一站 來個懷念的 水圖碗 夠 太扯了 你在別的頻道裡面應該是看不到這種鬼東西吧 來各位水圖碗 夠 直接被戰神爆打一頓喔 水圖碗 夠 OK OK 這樣正常過正常過 這時候應該可以體現出來就是說 它的一個抵消性能的吧 理論大概講啦 月下 月下已經沒有覺醒了 所以威力沒那麼強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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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哇喔 這個真的需要改裝啦 魔龍對上我們的翼龍 這兩隻也算是蠻經典的角色 然後水圖碗鉤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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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得好像這麼激烈耶 有有有 欸 有發現它的那個吸收能力出現了 就是說 因為它們這隻是鬆向的嘛 所以就讓你們剛才發現那個一直在彈到的時候 它們是兩邊比較堅硬的地方一直打到 而不是抵消系統 嗯 這個真的是該換一下零件的 來水圖碗鉤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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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 OK 我想這個很激烈很激烈 Bust到達了 也是很經典的組合啊 我們的神槍對上翼龍 來水圖碗鉤 傻眼 水圖碗鉤 OK 神槍的話非常之穩喔 OK OK 現在兩邊的話 進入比較膠著的一個狀態 沒有一方想要進行攻擊 OK OK 這樣有點苦的神槍啦 神槍一開始沒有攻擊有點可惜 好 現在兩邊要進行接觸 現在的話 反而是翼龍比較危險 因為翼龍比較高速啊 OK OK 好 吸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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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水圖碗鉤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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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加開車接觸 OK OK 下一邊又在下車 我們的神槍化 哇很猛很猛 來稍微可惜一些 哇 翼龍直接被一個重擊 打到邊上水圈回來了 OKOK 基本上蝦吸不贏啊 沒有辦法 翼龍對上殺蛋 來321GO 哇 這很像一堆老朋友在打架 哇 兩邊的話 OKOK 兩邊的話 都是屬於比較偏向防禦型的陀螺啊 所以呢 這樣也蠻合力的 沒有這麼激烈 兩邊的話 就算是屬於抵消型的陀螺啊 所以就算這樣打起來的話 都會變成雙抵 要看哪邊的抵消比較強 唉唷 終於贏了一局 321GO 哇 好 沙灘爆開 這也是很經典的組啊 翼龍對上我們的一個 巨神 321GO 喔 巨神化非常的快 非常非常快 因為它是屬於U- U的話屬於複合軸型 所以 開場時會跑很快很合理 因為一開始會插它的橡膠軸型 我們現在兩邊的話已經 進入一個膠著 都是U隊友 都是U隊友 唉唷 因為巨神的U軸持續力比較強 唉唷 水 翼龍 321GO 唉唷 巨神切換成左一圈了 有沒有發現 然後U軸的復合特性出來了 它下的點會 影響到它一開始跑的樣子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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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兩邊的話 就是屬於吸收狀態 因為兩邊都可以吸收 哇 翼龍這個紫色真的好懷念喔 我的天啊 okok 下兩邊的話屬於比較無聊的一個環節 大概會打到什麼樣的成績呢 okok 哇哇哇哇哇 哇 果然 這個鐵真的要換掉 死神隊長的翼龍 321GO 有死神的不一定 不一定出來了 不一定出來了 開在跳開在跳 哇 死神一看就沒有抱歉可惜啊 哇 哇 一直被抵消 嗯 蛤 321GO OK OK 現在兩邊的話 兩張 哇 是有誰被踩爆了 最後局321GO OK 哇 哇 陸續把推上我們的翼龍 1GO OK 兩個星系統性之戰 哇 1 321GO OKOK 現在兩邊的話 再給一次機會再給一次機會 抵消能力要發揮作用啊 OKOK 其實全哥收起來兩隻都算抵消啦 啊但是呢 他現在是主攻擊動態 哇 直接被爆打一頓 來我們最後再來示範一場 如果改超王系統後的翼龍單位方的事情 321GO 有沒有 穩定性大大的抵折 而且不會爆 321GO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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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現在先以不要爆為主啊 不然爆開始也太虧了 OKOKOK 基本上這樣子可以發他完全的實力啊 有發點非常非常之穩啦 而且又不會爆 然後又有抵消跟吸收能力 現在目前還要一再吸我們的一個神槍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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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極致為術 OK快快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一個全線翼龍啊 總結來說 我覺得這個翼龍整體的設計是不錯的 就是有吸收又有抵消 但是配置一定要改好不好 一定要改超王系統 如果你不改超王系統 就會跟剛才一樣 非常容易的爆裂 OK嗎 其實他還是有第二個缺點 我覺得他第二個缺點就是說 他的上金太輕了 不夠重 稍微可惜一些啦 可以玩 但是他被擊飛的風險其實算是蠻高的 我個人覺得啦 但沒辦法 因為他超王系統最主要還是主打攻擊型啦 只要不被擊飛 其實這個算是蠻強力的一個選擇 再來就是他這個軸型 他這個軸型我個人覺得非常強悍 但是前一次你要配對超王的鐵 做個使用OK嗎 這樣才會有極致的尾數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翼龍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大家分享 每周每周網路的小鈴鐺 拜拜